我是刘建民 从今天开始咱们共同学习肾衰竭系列讲座 今天是第一讲 简单的说一下慢性肾衰竭 肾脏病的诊断 就是慢性肾衰竭 就是肾功能逐渐减退 一直发展到持续到尿毒症期 这都是慢性肾衰竭的过程 一共分五期 其实肾脏病的发病率在中国官方报道比较高 就是13%的病人在一生当中 都会或长或短或严重或轻的发生肾脏病 但是真正的就诊率还不到1% 所以现在真正的能知道自己有肾脏病 能住到医院或者是到门诊检查的这些患者 只占肾病患者的1% 另外99%或者更多的人是隐藏在健康人群里边 是没有查到的 今天就讲一下肾脏的功能 肾脏的功能简单的说就四个 排水排毒内分泌和调节 排水就是看尿量 排毒就是看24小时的尿脊肝 内分泌咱们能最常见的就是分泌错弯素 看看有没有贫血 再一个就是调节调节酸碱平衡 电解质平衡 刚才说到了肾脏的确诊率 在国内是偏低 所以建议所有人每年至少做一次健康体检 很简单的查血尿常规 肝肾功能就能及早的发现很多疾病 所以这个从确诊率上能明显的提高 所以建议所有人包括健康人群体检 一年至少保证一次 再一个就是今天主要讲了肾脏的功能 排水排毒内分泌和调节四个功能 好今天的讲座先到此结束